那明天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庆典 紧接着精彩的阅兵式之后 将会有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 在群众游行的表演训练当中 我们总能看到学生教官的身影 可别小瞧他们 因为有不少人是从高校参军退伍之后 又重新回到校园的 他们按照军营的标准 带着师弟师妹们一起训练 而这其中就有一位曾经是三军一战队 首批女队员的学生教官 一天的课程结束 天色渐渐暗下来 为了不影响学生在白天上课 北京化工大学的群众游行方队 选择在夜晚呛时间训练 学校的体育场被灯光照得宛若天明 正在进行学生体能训练的人叫曹良 是北京化工大学一年级的研究生 也是学校游行表演的学生教官 训练队列对曹良来说很是拿手 2013年大二的曹良就从学校入伍成为军人 2014年被选拔进入解放军三军一战队 成为共和国首批一战女兵 虽然这次是退伍后作为群众参加游行 但在他心里这和以前承担卖交一战私立任务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要就是经受这个党和祖国人民的一种检阅吧 虽然他不是在这个受阅部队里面只是一名普通的一个游行群众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小小的角色吧 他都承担着不一样的这种重任 曹良所在的方队处在整个群众游行方阵很靠前的位置 要精准地按照指定时间经过天安门城门 队伍中打头同学的步伐速度就非常关键 训练排头速度的重任就落在了曹良的肩上 为了分秒不差曹良总会在其他同学休息的时候 带着排头的同学单独开小灶 很多晚上他和排头同学就在操场一侧 反复训练掐秒秒侧步速 有当过一仗兵的学生教官 队列就有了一颗定心丸 所以曹良在方阵中的位置就是中心的第一排 在他前方还会有一辆踩车 当行进到指定位置 曹良还会和同学们跑步跳上去 向官里的人群欢呼 为了把最有精神头的这一刻呈现出来 他们要反复模拟登上踩车的表演 晚上9点30分天色已经全部暗下来 结束夜晚的训练 曹良才和同伴们一起走向宿舍 他们的背影远去 却在心里留下对顺利完成群众游行任务的期待